抓鬼小农民 作者 我瞅到灵魂深处 制作 理查基尔德文西标 内容简介 小农民混花都 会福传 会咒语 会医术 会一切 透视咒 隐身咒 定身咒 穿墙咒 洒豆成冰 指人术 第一章 你们都快要死了 一列列车厢 在群山之间蜿蜒 如龙蛇游走 这是从大山深处 开往边海市的列车 其中一节车厢内 稀稀拉拉 坐了十几名乘客 一名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少年 正在和坐在对面的角色少女唠嗑 她的穿着朴素的过分 一看就是山里的农村娃 藏青色的的确凉衬衣上 有好几个补丁 下身是一条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黑色纸筒裤 均绿色的胶鞋 鞋底满是屎黄色的泥巴 不过 少年盛在样貌还蛮俊朗的 尤其是那双眼睛 异常纯净 像是雨水洗涤过的天空 不然丝毫尘埃 这个少年名叫黄小龙 的确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农村娃 正要去浮光魅影的沿海发达城市 逼海市闯荡一番 坐在黄小龙对面的 是一个二八年华的少女 青春飞扬鲜活 穿着简单的素色碎花连衣裙 黑色长直发如瀑布般垂在香肩上 没有茶唇膏的樱桃小嘴上 有着一抹天然的烟红 额旦脸上镶嵌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长长的睫毛不时眨动着 挺俊的摇鼻 粉嫩的樱桃小嘴 时而上扬着 形成一抹美丽的校叶 让人看一眼就会深深沉醉 肌肤白皙如羊之玉 胸前的一对饱满 更是将连伸长裙绷得紧紧的 让人暗暗替她捏一把汗 担心撑开了跳跃出来 你是去边海市打工还是求学啊 少女饶有兴致地看着对面的黄小龙 这次少女是趁着暑假 和大学同学们一起去深山里玩荒野求生 不过她玩了几天 就感觉特无聊 因此提前买了车票返回边海 火车上挺枯燥的 少女也不介意和坐在对面的黄小龙聊聊天 打发时间 我呀 黄小龙的脸色变得肃然起来 一本正经的道 这次我去边海 可是担负着全村人的希望呢 呃 全村人的希望 少女一脸猛逼 对 村里人给我三个任务 黄小龙的表情愈发冷窍严峻 第一 我要赚钱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给村里盖房子 盖学校 修养老院 我要让村里的孩子都能像城里孩子那样读书 学文化学知识 一听这话 少女肃然起敬 看向黄小龙的目光 也是多了一丝敬佩之意 第二 我要讨老婆 村长说 城里姑娘都是阳春白雪 漂亮极了 不是山里的村姑能比的 村长让我一定要娶城里姑娘做老婆 黄小龙依旧很严肃 扑少女忍俊不禁 第三 我要上大学 因为我们村从古至今 还没出过大学生的黄小龙将自己担负的三个使命一一说出 少女很是善良 鼓励道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嗯嗯 加油 我当然可以成功啊 这三件事对我来说 真是太简单了 黄小龙理所当然的道 赚钱 我随意赚个几百几千亿就好 娶老婆 我勉勉强强取够几十个就行了 读书嘛 读到什么博士硕士 拿个双学位啥的 也能向村里人交差 俄少女满头黑线 对黄小龙的那一丝丝敬佩之意 瞬间瓦解 心想 这人不是开玩笑 就是脑子有毛病 你质疑我 黄小龙瞪眼看着少女 我可没有开玩笑 你要知道 我是全村人的骄傲 嗨嗨我没质疑你 那啥 换个话题吧 你这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吗 你了解外面的世界吗 少女事实转移话题 我小时候去滨海市读过小学啊 不过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而已 还有 你不要以为我和外面的世界脱节了 其实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县里 网吧上网的 你们城里人说的什么666 什么啪啪啪 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黄小龙道 这 这个 和你聊天蛮费劲的 少女有些无语了 心说 这人可真是奇葩呀 一本正经的样子 却净说瞎话 该不会真是脑子有毛病吧 那你平时在山里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少女又问道 我的爱好可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福传和咒语 没事抓抓鬼 当然了 看像看风水啥的 偶尔我也玩玩 黄小龙如实回答道 我晕 这天没法聊了 你这也太那啥了 还研究福传 还抓鬼 少女决定不再和黄小龙浪费唇舌了 根本就没法交流了吗 你不相信 黄小龙倒是来劲了 这样吧 我免费给你看看像 无聊 少女将脸别开了 你的十二命宫都挺好的 要不 你把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我 我给你算算 黄小龙不依不饶得道 最后 少女被馋得没办法 再加上黄小龙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人 因此她就把自己的名字还有农历的生日告诉了黄小龙 少女的名字很清雅 叫做宋宇如 黄小龙老神在在的掐指算了起来 几秒钟之后 她猛然惊叫道 太好了 我晕 你一惊一乍的干嘛 宋宇如被吓了一跳 我刚才算过了 我们的八字很合啊 你听我说 我们五行阴阳相配 出生的年月日时都层层相合 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鸳鸯蝴蝶命 黄小龙眼睛里闪烁出激动的光泽 你知道鸳鸯蝴蝶命是什么概念吗 从命理上讲 所谓鸳鸯蝴蝶命的双方 生日的年月日时都可以相配 天干配天干 地支配地支 也称为天地和 有这种八字组合的情侣会情深如海 一旦相识就如交四期 不过却是百年难遇 是不是我说得太深奥了你不太懂 那我说简单点 我们的八字合的不能再合 我们的感情好的不能再好 结婚后幸福的不能再幸福 男的忘妻 女的忘夫 反正结婚就好像公司上市一样 突然开始幸福的井喷 宋语如简直就要崩溃掉了 没搞错吧 感情 结婚 这就谈婚论嫁了 宝宝根本就不认识你好不好 太完美了 没想到我在火车上就能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婆 这简直就是上仓对我的恩赐啊 缘分 缘分啊 黄小龙双手做祈祷状 就在这时 旁边隔着走道的座位上 一声冷哼传来 神棍 小伙子 你消停消停吧 这么欺骗女孩子 你好意思 鹅黄小龙寻声望去 只见隔着走道的座位上 坐了两个中年男子 衣冠楚楚 一望而知 就是养尊处优的人物 训斥黄小龙的 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秃顶男人 脸上有一种病奄奄的死灰之色 但双目却是锐利如鹰笋 颇有点上位者的气势 秃顶男人身旁是一个与他年龄相仿 气势也是不俗的中年男子 一脸蜡黄 连忙低声道 算了 老红 不要多管闲事 人家小年轻的交流方式 我们是不懂的 我就看不惯这种装神棍 欺骗无知小姑娘的臭小子 秃顶男人一脸愤懑 对宋语如道 小姑娘 你别听她的 黄小龙稍微看了这两个中年男子一眼 然后摇头道 你们说我是神棍 呵呵 这可是诽谤来着 按照我的脾气 非得教训教训你们 不过呢 算了 我看你们也挺可怜 你们病入膏肓 都快要死了 我何必跟你们计较 此言一出 两名中年男子 身体矩阵 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震惊和不可思议的表情 第二章 大老婆求情 听黄小龙说这种口不择言的挑事的话 宋语如还是有些慌 虽说宋语如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的女生 社会阅历几乎为零 但她看着两个中年男人的样貌穿着气质 明显不是善差啊 恐怕非富即贵 你说黄小龙吧 一个农村娃 进城务工 得罪了这种人 能有好果子吃 宋语如秉性纯善 赶紧道 喂 你别瞎说了 你这样诅咒别人是不对的 黄小龙嬉皮笑脸的道 太好了 你都知道疼我了 关心我了 我就说嘛 我们是鸳鸯蝴蝶命 彼此会一见钟情 相濡以沫的 我晕 相濡以沫你个头 算了 我懒得管你 宋语如有些厌恶的 扫了黄小龙一眼 而这个时候 那两名中年男子 出奇的并没有抱走 这 这位小兄弟 你 你何出此言 那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 试探性的问道 黄小龙若无其事的道 很简单啊 我看出你们都身患疾病 离死不远了 当然了 你们也可以否认 你们的死活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宋语如听到黄小龙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别人的底线 他心里已经在为黄小龙默哀了 起料 小兄弟 你 你能看出 我们患有重病 这 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 脸上骤然呈现出一抹 近乎谦卑之色 竟是放低姿态道 小兄弟 你能否说得具体一些 啊 宋语如惊愕不已 黄小龙都蹬鼻子上脸了 这两个中年男人居然态度还这么好 这可是太奇怪了呀 难道 他真的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不是吧 不用任何医疗器械 甚至连把脉都不需要 一眼就能看穿别人患病 这也太神奇了吧 黄小龙淡淡地看向那两个中年男人 我先说你吧 他对脸色蜡黄的中年男人说道 你的黄胆很严重 湿热之邪 熏蒸肝胆 你看看你 不仅脸色发黄 就连你的衣领都被染黄了 你今年是不是小便越来越黄 汗水也是黄的 呵呵 我想你应该也去医院看过 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很不理想 实话告诉你吧 再这样下去 你活不过一年 听完黄小龙的诊断结果 那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 身体如遭雷疾 上身摇晃不定 一脸失魂落魄 黄小龙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对的 旁边的宋宇如也是瞠目结舌 尤其是刚才黄小龙 在说出诊断结果的时候 他身上竟然散发出一种 近乎权威的气场 整个人都变了样式的 不再被揽 也不再土里土气 而是有了一种 近乎与生俱来的威严 黄小龙紧接着 对另一个中年男子道 你就更惨了 患有不可逆转的肝硬化 已经晚期了 嘿 随时都有可能挨变呢 你怎么知道 那中年男子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的确 一看就能看到 他的小腹鼓鼓囊囊的 像是怀胎七月的样子 那里面自然就是肝腹水了 这两个中年男人 这次坐火车去大山深处 就是为了寻找治病的民间偏方 只不过便寻不惑 幸幸返回边海市 如今在火车上 遇到这么一个神奇的少年 一语道破他们的病症 他们索性就活马当成死马医了 小兄弟 您看 我们这病 您有法子给我们治治吗 患有黄胆的中年男子 一脸讨好 甚至都对黄晓龙用上了您这样的敬语 我当然有办法可以治了 而且对于我来说 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吗 黄晓龙笑嘻嘻地道 吹牛 宋宇如意嘟嘴 可爱俏皮 但他明显不相信黄晓龙的话 黄胆和肝硬化晚期 这可都是当今性灵界很棘手的医疗难题 就算是什么大国手过来 也不敢说轻而易举就能治好吧 信不信随便你们咯 黄晓龙不再多说 从身旁的帆布包包里 拿出一个军用水壶 悠哉悠哉地喝起水来 信 信 我们相信您 小兄弟 两个中年男人 一口同声地道 他们现在的状况 就好像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怎么舍得轻易放手 请小兄弟 您出手给我们治治病 小兄弟放心 诊金方面 只要您开口 都没有问题 患黄胆的中年男子颤声道 是这样的 黄晓龙喝完水 收起水壶 慢调思理的道 你们刚才诽谤我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按照道理来说 我是不会给你们治病的 不过呢 俗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我高兴 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大老婆 所以 只要我的大老婆开口 我就免费给你们治病 听清楚了 免费 说完 黄晓龙就不再多言 而是转头看向了车窗外 飞驰而过的崇山峻岭 去你的 什么大老婆呀 宋宇如满脸羞红 她可是这儿八经的黄花大闺女 就连男朋友都没有 可今天 却是被黄晓龙占足了便宜 口口声声叫她大老婆 姑娘 美女 两个中年男人 赶紧凑到宋宇如座位边 猫着腰讨好道 姑娘 你就开一下金口 让你男朋友出手 救救我们吧 为了讨好黄晓龙 两个中年男人 干脆也就昧着良心称 黄晓龙为宋宇如的男朋友了 宋宇如无语道 你们搞错没有 她怎么就成我男朋友了 这个 嗨嗨 姑娘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你也不忍心看着我们 就这么一命呜呼吧 两名中年男人 可怜兮兮的望着宋宇如 姑娘 算是我们求你了 宋宇如是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 当她看到这两个 几乎生泪俱下的中年男子 苦苦哀求的时候 她也动了恻隐之心 那啥 你们真的相信她所说的话 我的姑奶奶 人命关天 不相信 也得相信啊 相信 哦 我倒是不相信 算了 我帮你们求个情吧 宋宇如看向黄晓龙 那个谁 黄晓龙对吧 你 你帮帮她们好吗 嗯嗯 既然是大老婆开口 我自然照办 今天心情太爽了 嘿嘿嘿 黄晓龙嬉笑道 放心吧 大老婆 有我出手 他们想死都难 不准再叫我大老婆了 宋宇如真是拿黄晓龙没辙 这家伙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 黄晓龙站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 然后指着车厢里一个农民脚边的塑料桶 桶内有十几条鲫鱼 对患有黄胆病的中年男子道 那个谁 你过去买六条鲫鱼过来 我给你治病 第三章 鞋子上的泥巴 鲫鱼能治黄胆 幻黄胆的中年男子愣证了一下 不过是好是逮 总归得试试 只要有一线生机 就不能轻言放弃不试 幻黄胆的中年男子 赶紧走到那个农民身前 低声道 老乡 你这鲫鱼卖给我行不 农民连连摇头道 这些土鲫鱼是给我家闺女和女婿捎带的 不行 不能卖给你 这玩意儿 你们城里没有 幻黄胆的中年男子二话不说 从包里掏了几十张毛爷爷出来 得有几千块钱 一股奶塞给农民伯伯 农民伯伯脸上笑开了花 把整整一桶土鲫鱼都让给幻黄胆的中年男子了 幻黄胆的中年男子提着塑料桶走了过来 对黄小龙道 小兄弟 鲫鱼都买过来了 您看 怎么给我弄弄 嗯 选六条稍大一点的 把尾巴剪下来 黄小龙淡笑道 额 两个中年男人又被搞得一脸迷惘 晕死了 黄小龙 你这哪是治病啊 宋语如在旁边急得直跺脚 究竟要闹哪样啊 大老婆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在治病 黄小龙笑了笑 没过多久 患黄胆的中年男子 从其他乘客那里 借来了一把剪刀 从塑料桶里 挑出六条肥瘦的土鲫鱼 将其尾巴剪了下来 交给黄小龙 现在 你把上衣解开 躺在过道上 手足放平 黄小龙吩咐道 患黄胆的中年男子 一言照办 把上衣脱掉 赤裸上身 直接往过道上一趟 车厢里的乘客 都怯怯思议地看起热闹来 黄小龙蹲下身 将六条鱼尾巴 全贴在中年男子的肚脐眼周围 鱼尾的方向 正好对准肚脐中心 干完这事儿 黄小龙坐回座位上 悠哉悠哉地翘起二郎腿 几分钟之后 赫然 只见中年男子的肚脐眼中 便有黄水鼓鼓流淌而出 一阵阵腥臭刺鼻的味道 随之挥发了出来 车厢里很多乘客都皱眉眼着鼻子 甚至跑到其他车厢 躲避着难闻的气味 龙黄水像是自来水一样 从中年男子的肚脐眼中流出 而他那原本蜡黄的脸色 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 由蜡黄变为正常人的肤色 十分钟之后 中年男子肚脐眼中 不再有黄水渗出 贴在肚脐周围的鱼尾 全部变成了烤胶的泛黄模样 他的脸色恢复正常 就连额头上渗出的汗液 也变成了正常人的透明之色 一种如木春风的感觉 席卷了中年男子 让他感觉神清气爽 手足有劲 好了 搞定了 你起来吧 黄小龙道 中年男子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左右看看 然后一个剑步冲向黄小龙 死死攥住黄小龙的手 颤声道 小兄弟 您可真是神了 好舒服 现在我感觉整个人好轻松好舒服 就好像卸下了一个重重的包袱 小兄弟 这就命之恩 我 我可是无以为报啊 我说过了治疗黄胆什么的 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然后对宋宇如眨了眨眼 大老婆 你看我没吹牛吧 宋宇如也服了 指着中年男人的脸 他的脸还真是变回健康的肤色和气色了 一点也不发黄了 寂予尾巴还能治这个 这会算是长姿势了 这种治病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原理呀 宋宇如盘根问底的道 没什么原理 就是一种古老的偏方而已 黄小龙回答道 不过这个偏方 全世界就我一个人知道 额又吹牛 宋宇如嘟囔着嘴 不过他已经相信 黄小龙并不是在吹牛了 就算这个偏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可现在呢 我也知道了 这个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就不再是秘而不宣的偏方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黄小龙耸了耸肩 类似这样的独门偏方 我还知道七千多个 我不稀罕 额你牛 宋宇如彻底无语了 小兄弟 神医 您就是话陀在世 贬阙重生啊 另一个干硬化晚期的秃头中年男子 这时也是闲着脸 对黄小龙八戒奉承道 这回能遇见您这样的神医 真是我们哥俩的福分 原本 这干硬化晚期的中年男子 还对黄小龙的医术存有质疑 可现在亲眼看到 他用独门偏方治好了同伴 便是对黄小龙 佩服的五体投地 毕竟同伴这黄胆 已经患了很多年 全国寻医问药 甚至多次去国外诊治 效果都不理想 结果人家黄小龙就用几条鱼尾巴 不费吹灰之力地搞定 这不是神医 什么是神医 干硬化晚期对吧 黄小龙老神在在地看着患有干硬化晚期的秃头中年男子 恳请神医出手 救我一命 秃头中年男子一脸虔诚地求道 嗯 这个简单 黄小龙翘着二郎腿 右脚一抬 然后指了指胶鞋底沾满的泥巴 你把这些泥巴吃了 吃泥巴 黄小龙那均绿色的胶鞋底上 囤积着厚厚的泥巴 而且是屎黄色的淤泥 看上去就很恶心 现在 他居然让秃头中年男子 吃掉这些泥巴 好恶心啊 你真变态啊 宋语如在旁边吐槽道 你都答应了给人治病的 现在居然想到这种损招侮辱别人 你的人品真的太那傻了 这 秃头中年男子眼中略过一抹愤闷之色 先前 这秃头中年男子曾经主动出言 训斥黄小龙 想必 现在黄小龙是存心报复他 要知道 秃头中年男子 在滨海市 也属于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 身家过亿 在他手底下打工的 也有几百上千号人 他何曾受过 这等吃泥巴的羞辱 黄小龙慢调思理的道 别摸摸唧唧的 要吃就赶紧吃 不吃就滚蛋 实话告诉你 想要吃我这双鞋上泥巴的人 多了去了 这次是看在大老婆的面子上 才给你一次舔鞋的机会 你还很不满 得了 你爱咋咋地 这病 我不治了 老红 别犹豫了 吃吧 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这病 已经拖了好多年 一旦癌变 这辈子就毁了呀 在同伴的规劝下 在死亡的威胁下 秃头中年男子 终于服软了 神医 刚才言语冒犯 是我不对 您别往心里去 这泥巴 我吃 秃头中年男子一咬牙 就伸手在黄小龙的胶鞋上 抠了一坨泥巴 闭着眼睛往自己嘴里一塞 别吃 太脏了 宋雨如在旁边急到 赫然 一坨泥巴入口 秃头中年男子的促起的眉毛 竟然舒展开来 面部表情竟然变得非常陶醉 就好像是在品尝什么美食仙丹似的 第四章 坏人 的确 这一坨泥巴入口 秃头中年男子 竟是满嘴芬芳 宛如饮下了百花酿造的纯酒 整个人熏熏然欲醉 更有一道道热流在体内流窜 似乎是在 瘟养着内脏器官 那原本不时隐隐作痛的干部 更是热得发烫 痛感逐渐消失 秃头中年男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 吃完一口泥巴 竟是主动在黄小龙的胶鞋上抠着 一边抠一边狼吞虎咽 像是怕人和他抢吃似的 秃头中年男子的同伴 还有宋雨如 都傻在那里了 今天算是便宜你了 黄小龙微微摇头 要知道 他鞋子上的泥巴 可不是一般的泥巴 在黄小龙居住的村子后面 是连绵不绝的群山 其中一座人际不至的隐蔽山峰上 全是各种争其斗艳的罕见植株与花卉 端地是百花齐放 似乎常年不屑 而这些花卉 大多具有罕见的医药价值 千百年来 鲜花花瓣掉落在泥土之中 形成花泥 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灵药啊 也就是说 黄小龙在山里走一圈下来 鞋子上就全部是堪比灵药的花泥 这种花泥很逆天 不说活死人肉白骨 至少可以修复秃头中年男子坏死的肝细胞 和肝小叶结构 矫正已经变形的肝脏 软化削米肝脏肿块 不多时 黄小龙一双胶鞋上附着的泥巴 就被秃头中年男子吃了个一干二净 他还意犹未尽呢 扑 秃头中年男子放了个臭屁 然后脸色憋得通红 尴尬的道 神医 我 我先失陪一下 说完就飞奔式的朝车厢里的厕所跑去 十分钟之后 秃头中年男子一脸惬意地走了出来 一眼看去 他那鼓鼓囊囊的腹部 依然已是变得平坦 其脸色也是红光焕发 刚才在厕所里 秃头中年男子已经通过大便 将腹水给排了出来 一身疾病 也是好了个七七八八 这就好了 吃泥巴 把干硬化吃好了 宋宇如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 简直就是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神医 恩人 秃头中年男子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大恩不言谢啊 您 您 你的肝功能已经得到了滋养和修复 以后自己注意调养 也不用戒酒 住一辆就好 每天饮酒不要超过二辆 黄小龙 黄小龙吩咐道 秃头中年男子将头点得向小鸡灼米 恩人 我这实在是太激动了 秃头中年男子从包里取出一本支票簿 恩人 您尽管开个价 您是要现金支票还是银行转账 支付宝转账也行 这枕金可万万不能少了 黄小龙却是摇了摇头 我说过 今天我遇到了大老婆 心情好的不能再好 所以是免费给你们治病 那啥 我这个人做人的理念 就是一言九鼎 枕金的事 不要再提了 一听这话 两名中年男子顿时肃然起敬 你妈 高人啊 什么叫做虚怀弱骨 什么叫做是钱财如粪土 这就是啊 宋宇如心中怦然一动 不是吧 她还真不要半毛钱 这两个中年人 看起来就是不差钱的主 黄小龙救了他们的命 只要一开口 那得赚多少枕金啊 现在她分文不取 难道 难道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真的有那么重要 还有 她真的是有些本事呢 那她说的鸳鸯蝴蝶命 难道是真的 心念转动间 宋宇如忍不住看了看黄小龙 只见她眼眸清澈如灵犬 气质竟是有些超然 不由的 宋宇如心跳加快 宛如鹿撞 那无暇的翘脸上 也是染上一抹烟红 明艳动人至极 两名中年男子 感恩戴德 但也不敢再提及枕金一事 他们也是坐了过来 坐在黄小龙座位的对面 没办法 宋宇如就挪到黄小龙旁边坐下 把自己的位置腾给那两位中年男子 美人在侧 黄小龙只觉得温香软郁 一缕缕少女的忧香 在鼻端尽情萦绕 挥之不去 让她大感舒服受用 两名中年男子 毕恭毕敬地 将自己的私人名片双手 递给黄小龙和宋宇如 黄小龙接过来一看 秃头中年男子 叫做洪拳涛 在滨海市 有几家星级酒店 其中还有两家五星级酒店 算是小富商一个了 另一个中年男子 叫做周时 主要是从事家装行业 在滨海市 也有几个做得 风生水起的家装公司 身家虽然比不上洪拳涛 但小几千万还是有的 洪拳涛还给了 黄小龙和宋宇如一人一张 镀金相钻的卡片 这是她私人发行的至尊卡 到目前为止 一共也就发行了八张 持卡的人 都是洪拳涛最为尊重的贵客 有了这张至尊卡 可以在洪拳涛旗下任何酒店 免费的消费 黄小龙随手把名片和至尊卡 放到身旁的帆布包里 宋宇如无功不受禄 推诿不要 洪拳涛和周时连连哀求 他才接受 这个时候 黄小龙拿出一部老旧的手机 对洪拳涛和周时道 我加一下你们的微信 以后有什么治病 驱邪 抓鬼 镇宅 千坟 之类的生意 都可以介绍给我 放心 我收费是很合理的 黄小龙的目的很明确 洪拳涛和周时都算是有钱人 接触的圈子也是物以类聚 说不定还能靠他们 接到不少大单 洪拳涛和周时 受宠若惊地加了黄小龙的微信 真而重之地把黄小龙的手机号码保存了起来 完事了 黄小龙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宋宇如在一旁撅着小嘴 心里有点莫名的怅然 刚才黄小龙居然没有顺便问他的微信号 当然了 宋宇如脸皮嫩 不可能主动去要黄小龙要微信号 就在这时 过到尽头 有人淡默地道 让让 借过 请让让 黄小龙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男子 小心翼翼抱着一个两 三岁的小女孩 正在穿过走道 后面跟着一个无短身材的男子 脸上有着一道蜈蚣式的争鸣刀疤 一边走 目光一边警惕地左顾右盼 光头男子抱着的小女孩 似乎是熟睡了过去 头伏在光头男子的肩膀上 一动不动的 不多时 这两名男子就穿过走道 去了下一节车厢 那两个人看起来好凶的样子 宋宇如吐遭到 而是两个坏人 黄小龙微微一眠谋 坏人 宋宇如其道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坏人 只不过面相有点凶罢了 说不定心肠很好呢 以貌取人是不对的 洪拳涛和邹石也好奇地看着黄小龙 向游心生 静随心转 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道 另外 每个人身上都有形形色色的气 通过观察这些气 可以看出人的健康 病理 或福 善恶 好人和坏人身上的气是不一样的 况且 刚才那两个人身上还散发着杀气 说明他们是杀过人的 而且还杀的不少 说到这里 黄小龙双瞳微微一缩 我在光头南抱着的小女孩身上 闻到了安眠药的味道 他们给小女孩服用过大剂量的安眠药 而如果我没有猜错 小女孩应该是他们绑架过来的吧 绑架 宋宇如 洪拳涛 邹石 脸色都巨变 第五章 玉姐 杀人犯 绑架女童 这样的字眼 也是足够让正常人毛骨悚然的 基于已经被黄小龙神乎奇迹的医术折服 因此无论是洪拳涛和邹石还是宋宇如 对黄小龙的判断都深信不疑 那我们赶快报警吧 火车上应该是有城景的 宋宇如压低嗓音 紧张兮兮的道 其实也不用报警这么复杂了 这种小毛贼 我动念之间就能碾成粉碎 黄小龙却有些满不在乎的说道 这种时候你还吹牛 宋宇如都快急死了 他脑中闪现出一幅画面 眉清目秀的农村娃黄小龙 去和两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肉搏 这画面太美不敢看啊 就在这时 这节车厢的过道上又有人穿过 为首的 竟然是一位玉姐犯的超级大美女 她竟身高大约有一米七左右 二十六七岁 一头九红色微卷的长发 任其洒落在肩旁 瓜子脸上微薄的双唇 在粉红色唇彩的点缀下 晶莹剔透 尤其是那双眼 仿若秋波 寒烟似水 眼神中要不是多了层迷一样的物 不知可以淹死多少男人 至少有三六地的风鸾 在那紧绷的衣服里面 几乎随时有可能撑裂而出 先先留腰 却又盈盈不堪一握 谁洗白牛仔裤 包裹的修长双腿 匀衬有力 其实最吸引人的 还是她的气质 那是一种宛如高岭之花的冷傲气质 只可远观 不可谢玩 虽说坐在自己身旁的大老婆宋雨如 已是难得一见的笑花极有物 但是和眼前这位玉姐相比 还是略微逊色了一些 呃 这种极品玉姐拿来当老婆 那 会不会被爽死啊 黄小龙吞咽着口水 目不转睛地盯着玉姐从过道上穿过 进入下一车厢 在玉姐身后还寸步不离地跟着几个面向严峻的男子 嗨嗨 黄小龙你不是吧 看到美女 眼都挪不开了 宋雨如心头泛起一抹莫名的酸意 有些吃味的道 呃 这个美女姐姐是警察 黄小龙忽然说道 看来 已经不用我们报警了 美女姐姐会搞定坏人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警察 她可没有穿警服 宋雨如一脸不信 洪泉涛和邹石也脸色迷惘地看着黄小龙 邹石沉声道 神医 愿闻其详 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道 美女姐姐身上阳气很重 啊 阳气重 这和警察有什么关系 宋雨如越听越糊涂 女为阴 男为阳 一般来说 楚男的阳气是最旺的 而非处的女子 阳气也会变旺 那个美女姐姐体相宁而不散 胯骨紧密 很明显就是一位处女 处女能有这么旺盛的阳气 在古代就必然是在衙门中工作 古代的衙门 不就是咱们现代的警察局吗 因此我可以肯定 美女姐姐一定是一位穿了便衣的警察 黄小龙将自己的分析说了出来 晕死了 你连她是处女都能看出来 宋雨如一脸羞红 流氓 嘿嘿 大老婆 你不也是处女吗 黄小龙几眉弄眼地对宋雨如道 宋雨如大感吃不消 索性别开头去 娇斥道 我不理你了 神医 您这分析还真是合情合理 神医 您可真是世外高人啊 洪拳涛由衷地赞叹道 就在这时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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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车厢 毫无征兆地猛然传来一阵枪响 随之便是有人惊恐尖叫 鸡飞狗跳的声音 嗯 这就动手了 黄小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赶紧寻着枪声走了过去 洪拳涛和邹石 像一对根屁虫样 跟在黄小龙屁股后面 宋雨如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 吓得花容失色 她不敢一个人留在这里 也连忙站起来 朝黄小龙追去 黄小龙 你等等我 你走慢点 穿过几列车厢 一路上看到一些城景 正在安抚乘客 终于 在一列车厢里 黄小龙看到之前那两名绑架女童的凶人 已然倒在血泊里 都是脑袋上中弹 早已死透了 女童也被顺利地救出 由一名城景抱着 不过 那玉姐此时也引弹倒地 她中弹的部位是心脏附近 鲜血已经将一整片衣衫浸湿了 脸色苍白如纸 呼吸似有似无 生命迹象越来越微弱 快 林队需要紧急抢救 快 跟随玉姐同来的一名男子 急得大哭大叫着 完全乱了方寸 另一名中年男子 脸上满是痛苦悔恨之色 沉声道 快把林队抬到急救车厢抢救 大家千万小心点 林队的伤口紧靠心脏 弹头就镶在心脏附近 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一旦弹头偏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几名男子 流着泪 如履薄冰抬着玉姐 往前面的急救车厢走去 好吓人 那位姐姐中枪了 宋宇如一脸惨然 情绪激动之下 竟是依偎在黄小龙怀里 似乎是潜意识在寻求一种保护 而如果我不出手 美女姐姐那是凶多吉少啊 这时黄小龙也顾不上享受温香软玉抱满怀的乙女 咕弄了一句 然后也快不朝前面的急救车厢走去 等等我宋宇如寸步不离的贴身跟着黄小龙 洪泉涛和邹石也一步一驱 这般火车的医疗配套设施还算是很不错的 火车上不但有急救车厢 甚至还有一个手术室 此时急救车厢外一群城警和便衣警察正胶着不安的等待着 不多时车厢门打开里面走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妇女 她脸色悲痛叹息道 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临近同志 她 她牺牲了 一听这话 等候在外面的不少男人都嚎啕大哭起来 有的还奋力用拳头在车厢的铁皮上锤打着 让我进去看看 黄小龙突然开口 然后直接朝急救车厢里走去 这样的举动直接让所有人都猛逼了 你干嘛 你这是要干嘛 中年女医生一脸愤然 尤其是她看到黄小龙一身农村娃的穿着打扮 更是匪夷所思 你给我站住 你是谁 那些便衣和城景也是一份填膺 纷纷出口喝骂 都闭嘴 让我进去瞧瞧 说不定能够让她再活过来 说话间 黄小龙身上散发出一种很奇特的气场 锐气灵天 那啥 各位 我是洪拳涛 这位是邹石 我们都是边海市的民营企业家 这位小兄弟 医术通神 让她进去看看吧 洪拳涛手忙脚乱的 把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 那个 都已经这样了 让神医 让神医瞧瞧也无妨 反正后果也不可能再坏了 邹石说了句大实话 一名方脸中年男子 一咬牙 行 让他进去瞧瞧 黄小龙已步入急救车厢 第六章 起死回生 急救车厢内 林静如睡美人一般 躺在冰冷的抢救台上 完全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气氛哀伤民众 两名护士正准备拔掉输血带和急救设备 等等 黄小龙一声立鹤 那两名护士被吓了一大跳 也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用疑惑的目光看了过来 在进入急救车厢后 黄小龙整个人就愈发凛然 甚至迷散出一种大如般万邪不侵的气场 这让身旁的中年女医生 心头也是一跳 中年女医生产生了一种错觉 像是回到了当初实习的时候 和导师一起进抢救室 宋宇如 洪拳涛 邹石 还有那些城景和便衣 也都一拥而入 黄小龙头也不回地冷声道 男的都出去 这句话还有一种不可忤逆的威严 竟让所有男性都下意识地退出急救车厢 只有宋宇如跟了进来 黄小龙快步走到抢救台前 明眸一看 新电影上显示 林静的心脏 已经停止跳动 伸手一搭脉搏 还有一丝丝微不可查的生命力 但也如风中残竹 随时可能熄灭 从现在的情况看 林静室还没来得及做手术 心脏便停跳了 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就在这时 黄小龙的双瞳 骤然变得黑如深渊 在黄小龙的视线中 一团人形虚影 正在慢慢悠悠地 从林静头部抽离而出 这是魂体 也就是所谓的灵魂 一旦林静的灵魂脱离肉身 那就代表他彻底死亡了 大罗金仙也就不了他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飞快地从裤兜里 掏出一大把皱巴巴的黄纸 额准确地说 是一大把符传 黄小龙从中挑出一张符传 直接贴在林静的前额 故魂幅 一缕炫目的金光闪过 欲从林静体内抽离的魂体 竟是被强行摁了回去 与之同时 符传开始自然起来 你 你这是在做什么 中年女医生一脸茫然 你 你是道士 如果不是黄小龙 此时此刻气质超然 中年女医生早就发飙 将她赶出去了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必须在符传燃尽之前 做完这台手术 给我吴军手套和手术刀 黄小龙沉声道 中年女医生沉吟了几秒钟 最后还是鬼使神差的 亲自将吴军手套和手术刀 递给黄小龙 黄小龙飞快戴上手套 伸手将林静的衬衣扭扣 一一解开 里面是一件黑色半杯蕾丝纹胸 深深的事业线诱人魂魄 黄小龙无心赏玩 眼睛微微一眯 一刀滑出 旁边的人只看到刀光一闪 林静的心脏部位就已经被剖开 这一刀又快又准 刨钉解牛 不外如是 这中年女医生和两名护士 都倒抽一口凉气 他们都做过无可计数的外科内科手术 却从来没有见过如丝精准的刀法 在迅速建立玻璃面 露出心脏之后 黄小龙将手术刀一地 旁边的宋宇如赶紧接了过来 接下来 黄小龙竟然将手伸了进去 五指弹动 如弹琵琶 又如大德高僧年花 按压临近那颗停止跳动的心脏 两名护士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黄小龙在干什么 中年女医生 却是身躯一阵 双目散发出一种灼热的光泽 低声呢喃道 这 这 这是欧阳教授提出的胸内心脏按压术 人在受到意外伤害 只要不是直接伤害到心脏 在心脏停止跳动的五到十分钟之内 采取胸内心脏按压术 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让心脏恢复跳动 这一理论 也被称之为欧阳按压术 可是 欧阳教授在提出这个理论后不久 便与世长词 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临床验证 黄小龙五指飞快动作 如残影一般 捏 嗯 弹 掐 点 捏 搓 各种手法相继变化 在他的额头上 也是有细细蜜蜜的汗珠渗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心电一上 林静的心跳如一潭死水 而贴在他额头上的固魂符 也快要燃尽了 宋如雨看到黄小龙那极度专注的神情 那近乎优雅的手法 那浊然脱俗的气质 心弦猛然俱阵 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 竟是被触动了似的 他拿出一包面筋纸 小心翼翼的替黄小龙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液 赫然 滴 死记的心电仪 突然跳动了一下 这一下 就好像是定时炸弹爆炸了 震得急救车厢里的人 亡魂皆冒 黄小龙心中也是一喜 手法加快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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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静的心脏 终于彻底恢复跳动 奇迹 奇迹 这是全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 中年女医生热泪盈眶 双手合十 脸上全部都是膜拜之色 连接心肺复苏仪 黄小龙冷声道 给我手术前 中年女医生和两名护士 一脸崇拜地打着下手 心中竟是腾生出一种受宠若惊的情绪 就好像给黄小龙打下手 是这一辈子最荣幸的事情 黄小龙接过手术前 在没有显微手术镜的情况下 精准地将香在林静体内的蛋头加了出来 最后是缝合伤口 黄小龙就好像一台精密的手术机器人 每一针都是那么的优雅 那么的从容 那么的恰到好处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便将林静心脏位置的刀口缝合完毕 乍一看 根本就看不出刀口的存在 干完这一切 黄小龙才彻底松了口气 笑着对中年女医生道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剩下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可以处理好的 是 中年女医生一脸如沐之情 忽然 她竟是朝黄小龙深深一鞠躬 我 我可以拜您为师吗 啊 你没搞错吧 黄小龙猛逼了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 中年女医生心悦诚服地道 请大师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大师 您和欧阳教授 有什么关系吗 额你们还是在这里好好善后吧 黄小龙微微摇头 然后直接拉着宋宇如的手 往外面走去 大老婆 这里没我们啥事了 我们走吧 在走出急救车厢后 黄小龙嘴角微微一挑 浮现出一抹近乎邪魅的表情 难难道 欧阳撞这个老鬼的医术还不错 嘿嘿 幸好我跟她学了几招 到时帮我救了美女姐姐一命 嗯 改天有空 去把她从望川河里捞出来 然后给她一次转世投胎的机会 第七章 憋海 我来了 黄小龙牵着宋宇如的手 从急救车厢走出来 宋宇如很快就红着脸轻轻正开了 粉脸狭烧 黄小龙咧嘴一笑 宋宇如的小手 真是又滑又嫩 可称柔仪 柳有余香 这时 红拳涛和邹石 还有一大群成颈便衣 直接围了上来 神医 怎么样了 红拳涛和邹石 异口同声地问道 虽然他们 已经被黄小龙的衣术折服 但说实话 心脏都停跳了 这要是能治好 那可就逆天了呀 额还算顺利吧 黄小龙不想引起围观 因此便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恰好这个时候 列车爆站的声音响起 旅客朋友 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滨海站 即将到达 请您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到车厢两端等候下车 再次提醒您检查一下 行李架上 衣帽勾上 以及坐席的下面 是否还有您的物品 以免在慌乱中拿错货丢失 啊 终于到滨海了 黄小龙略有些激动 快步朝自己的车厢走去 回到车厢 列车已经减速靠站 黄小龙将座位上的帆布包包提了起来 神医 下了车 我打电话让司机过来 您去什么地方 我送您过去 红拳涛殷勤地说道 黄小龙摇头道 算了 我不贪这些小便宜 你们就别管我了 各走个路 后会有期 那啥 你们不是加了我微信吗 到时候有什么生意 直接在微信上联系我就好了 红拳涛和邹石 可谓是阅人无数 已经将黄小龙归为世外高人之列 世外高人嘛 一般都是特立独行的 明着去八戒 恐怕会弄巧成拙 只能够采取迂回战术 他们也就不敢过分纠缠了 好在加了黄小龙的微信 喂黄小龙 你不是说你最大的爱好是抓鬼吗 怎么你艺术还这么厉害啊 此时的宋宇如 对黄小龙的看法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列车即将靠站 他竟是有了一些不舍 哦 艺术吗 其实除了抓鬼之外 我还有很多才艺和技能呢 不光是医术 什么琴棋书画 奇门遁甲 我统统出色当行啊 黄小龙若无其事地说道 他的语气中没有夸张的成分 就好像是在平淡陈述着事实 说完这句话 列车靠站 车上的乘客纷纷抢着下车 黄小龙也赶紧三两步下了车 你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啊 宋宇如推着行李箱 和黄小龙并肩走在乐台上 黄小龙瞄了宋宇如一眼 发现自己的大老婆不仅长得漂亮 身材也很好 裙摆下 两条杨之玉般的千千美腿 在阳光的照耀下 焕发出炫目的光泽 整个人显得清幽淡雅 宋宇如被黄小龙灼热的目光 看得脸颊发烫 但心里却无法生出一丝丝反感之意 娇称道 问你话呢 你盯着 我看干嘛呀 大老婆你真美 我呀 我要去找我舅舅啊 黄小龙加快脚步出站 晕 你别走那么快 你等等我呀 宋宇如在后面追赶着 绣眸中掠过一抹忧怨 心里气急 你就这么走了 还口口声声大老婆 你连个联系方式都不给我 你这样有意思吗 看着黄小龙渐行渐远 自己是追不上了 宋宇如终于憋不住了 大叫道 喂 黄小龙 你的微信号是多少啊 这一叫 四面八方的人全部震惊了 傻了 猛逼了 呆滞了 尼玛 一个极品笑花级的美女 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像一个农民打扮的男人 索要微信号 这是邀约的节奏 黄小龙脚步一顿 转身 脸上有着一抹混淆着慵懒和玩味的笑容 大老婆 我们是鸳鸯蝴蝶命 所以呢 没必要留下联系方式 我们总会重逢的 相信我 相信缘分 好了 我走了 对了 你的腿形很好看 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要是穿个鱼网丝袜 黑丝啥的 那就一百分了 说完 黄小龙剑步如飞 很快就消失在宋宇如的视线中 缘分 气死宝宝了 宋宇如恨得牙痒痒 从来都只有男人问他要微信号 他不屑或婉言拒绝 这回倒好 主动去问男人要微信号 没想到反被拒绝 这可是宋宇如破天荒 第一次被男人拒绝啊 黄小龙 下次见面 我一定掐死你 宋宇如堕足 不过很快 宋宇如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开相册 里面有一张照片 近视拍的黄小龙 而这是宋宇如在火车上 趁黄小龙不注意偷拍的 看着黄小龙的照片 宋宇如那精美的玉蓉书展开来 眼神愈发温柔了起来 喃喃自语道 希望能再见到你 其实黄小龙拒绝告诉宋宇如微信号 和任何联系方式 并不是为了装逼 也不是耍什么欲擒故纵的伎俩 所谓的鸳鸯蝴蝶命 确实是真的 并不是黄小龙信口胡周的 有鸳鸯蝴蝶命的男女 一旦相遇 必然相爱 成为情侣是水到渠成 这是天地法则自然规律 也就是说 以后黄小龙和宋宇如 想没有交集都难 黄小龙出了战 一股夹杂着海水咸腥味的热浪 扑面而来 台幕一看 摩天大厦临次至比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车辆穿梭 行人往来不断 这就是声色全马 夜夜声歌 美女如云的滨海市 天蓝 海壁 阳光醉人 沙滩 夜林 风情醉人 尼玛 这里的金碧辉煌 灯红酒绿 可不是大山里的小村落能比的呀 嘿滨海 我来了 黄小龙微微一眯眼 深吸一口气 然后喃喃道 感觉到好多不干净的东西呢 这可是生意不断 日入抖金的节奏啊 黄小龙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这是他亲舅舅的手机号码 这次来滨海市 黄小龙就准备先到舅舅那儿落脚 电话通了 魏小龙啊 你舅舅我现在人没在滨海 不过你有地址和房门钥匙 你自己过去吧 你都这么大了 舅舅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 好了 不说了 舅舅正忙呢 挂了 呃 黄小龙有些无语 把手机收好 从帆布包包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 上面写了个地址 荔枝区花湖街四号楼十八号 舅舅对我也太不负责了吧 黄小龙轻轻摇头 虽然他小时候在滨海市读书 一直就寄宿在舅舅家里 可时过境迁 早就不记得荔枝区在哪儿 更不记得花湖街在哪儿了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比亚迪F3停到了黄小龙身前 驾驶室里探出一个板寸头 小哥 去哪儿 我送你过去 呃这个 我想问一下 去荔枝区花湖街多少钱 黄小龙刻刻气气地问道 荔枝区啊 离这挺远的 这样吧 一百块钱 板寸头中年男子咧嘴一笑 一百块钱 好贵啊 黄小龙惊道 小哥 你这是第一次来滨海吧 一百块钱还贵 我跟你说 你要是打出租车过去 没有二百块你下不了车 板寸头一脸憨直的笑容 小哥 上车吧 哥绝必不会坑你的 这次黄小龙出来 身上也没带多少钱 在没有赚到钱之前 自然是能省一些就省一些了 一百块钱 太贵了 算了 我还是坐公交车或者地铁吧 黄小龙正准备转身离开 忽然 黄小龙宁谋看向这辆比亚迪F3的后排座椅 只见 在后座上 正坐着一个白衣女子 这白衣女子脸色惨白 脸上的肌肤都溃烂了 饥渴见骨 头发像稻草 舌头伸出来 至少有一米长 打了把碎花小黑散 突出眼眶数寸的眼珠子直勾勾地平视前方 我去 这司机师父命可真大呀 载着一个女鬼开车 黄小龙用怜悯的目光 看了看板寸头中年男子 白衣女子 自然就是鬼魂了 只不过不属于冤魂和厉鬼 一般来说 这种鬼魂的怨气不强 而且怕阳光 白天不会轻易出来游窜 不过呢 打了把伞 就不会怕阳光了 当然 他不主动现行 黑车司机是看不到他的 小哥 你不认识路 坐公交和地铁 根本到不了 来来来 上车 哥再给你优惠二十块 板寸头吆喝道 八十块 那 好吧 黄小龙拉开后排车门 直接钻了进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